他們都是很棒的 他們幫忙照顧我們 成立是我們生病的學後 中文雖然不太流利 但王志倫沒看稿 把演講稿裡的一字一句 台風穩健地表達出來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 舉辦第一屆校道演講比賽 各年級的孩子卯足全力應賽 慈濟學校不但是 教我的孫子語言 而且 這個學校還教他做人的道理 學校呢就每年都有 舉行 演講比賽 每次呢 在這個時間 他們就有機會來 學習中文 我的媽媽是一位 米強人 這一次演講的主題是母愛 孩子們將自己平日裡 與母親的相處點滴寫在講稿裡 有溫馨的也有逗趣的 孩子們看似被照顧 但其實都很了解母親的辛勞 不意料他能勇敢地踏上去 我還以為他不會踏上去 學校辦這個活動很好 可以訓練孩子們 上台的膽量 同時也促進 溝通 大家的一起溝通 人文學校校長表示 未來這樣的演講比賽 還將向外推廣 邀請澳洲所有中文學校參與 讓中華文化的校道精神 在海外照樣能夠傳承 大家新聞這是米志工 林美鳳 顏秀聰 澳洲報導